所以我们修炼人 特别你们跟我修止观的人 那么这个宝月轮是你的自信性光 所以你把这个香点着以后 这个放在这个地方 捏着香根 然后香火头在前面 所以一定要用心意 使泥丸宫的光 经过宝月轮的光 把手中的三根香光化掉 光化掉以后 一直到那个香火头 再把这个 带着前面的香火的光收 这个光团收进来 收进来 这个时候出去的是 透明的月轮光 收回来的 因为前面有香火头 它就是太阳红光 它就带着火了 然后这个时候 在颅脑枪释放能量 胸枪释放五方灯的能量 再到下腹枪 跟红光珠接一下 再观火龙珠熊熊燃烧 这个时候 你这三根香上面 就带了你的中脉信号 带了你体内的信号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插到香炉上的时候 上界就知道 是谁在找谁 这个叫心 用这个心香一半 上九天 打九天 那你求观音 你这次是观音 你家里供的观音像 你是求观音菩萨 所以说张卜生的信息 观音的信息 然后观音的随从纵 就通报观音 观音菩萨就在你顶上 就实现出来了 明白这个道理吗 这是外密的诀窍 现代人不懂 就是一只香 两只香 什么的 怎么样的 不上香也行 不上香你怎么请真 你都一不修中脉的人 中脉不同的人 怎么请真 三分七轮都不同 就不能请到真人 不能请到圣者 所以你不能请到 你又上香 你招了什么 狐狸精 动物精怪 孤魂野鬼 这些诗香众生 那以前的这个香粉 这个炎供 这些诗诗 是要解戒 你就在西藏去 他今天喇嘛 要修这些法 都要进行内谈解戒 外谈解戒 再外谈 九重解戒 九重解戒 有金刚互谈 在台湾外面做施供 做炎供 原来他们做法 都要把那个炎供 拿到 在大殿那点上以后 跑到外面去放 哪有放到家里去的呢 我在新加坡处理 好几起这样的 还有这个烧粉 在家里烧 结果那个家里是黑乌龙龙 为什么都是那些阴京阴怪 结果我去了以后 清了半天 把他清了 清了以后 他这一看 哎呦 我家怎么这么亮 同样的一个房子 为什么那么亮 那你之前全是黑子 在家里 当时点着灯 灯也都不亮了 黑压压的 所以大家不要做假慈悲 不要假慈悲 要真智慧 那烟供粉怎么做 烟供粉是加强能量 它不是连通法界的 是你要 这个烟供粉 主要是上供跟下施 但是通常你们没有达到自己高级的能力的时候 只是下施 下施三恶道 所以你用天幕 也是抬在天幕这放光 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性光 使那个香粉变得无量多 因为用光进去以后化身无量 它只要起到这个作用 或者化成无量上供 或者下施 它不是拿来连通法界的 那么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金银纸是什么 金银纸是你们如果少量的做 也是把金纸银纸端在额前放光 端在头顶放光 端头顶放光连通天地法界能量 在这把它化成无量 一化十 十化百 百化千 千化万 万化万万千 度尽众生始成佛 那它就变成无量 因为只有光才能化身无量 所以这个供品也是这样 供品你的供水果 供鲜花 在这用这个一放光 就变成无量多 就复制它的这个 把它做模型 复制成无量的供品 去供养这个诸佛菩萨 供养法界众生 下施三恶道众生 所以这个是什么 用止观法里的这个宝月轮的这个光去完成的 这是前期 等你们往深层次修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不行 最后都要把它通过顶轮 放入自己的心中心 黄庭里面去 那是一点真心 所以是把这些东西的影像 到那个真心去 通过这个翁字信息下去 影像下去 阿字通过地永金莲 地气上进来 这是天光地气一阶以后 一个往下压 一个往上提 然后哄 然后化成无量 这个时候不是在外面化 是内化无量无边 那这就是真化了 这叫真共 叫真相 叫真定 真界定相 是在这个地方化了 所以是不同层次讲 不同的 这个小孩子用方法 大学生用大学生用方法 到这成人了 你用成人的方法 所以是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这个方法